儿臣参见父皇 仍是为了淡州一事 回父皇 是 此事不必在意 你去吧 父皇 儿臣已经把 翊王和秦也阔 知识高承贤 肆意敛财的证据 带回了韩京 大人没想想在路上 遭到结诈 所有护卫 无依幸免 儿臣跟九弟 也险些葬命 父皇 儿臣还想说 这心也酷 张相 想高承贤这样的人 数不胜数 就如复古之躯 再啃尸大汗 如果父皇做事不管的话 那大汗 早晚被啃得干干净净的父皇 这趟柴室 这趟柴室 你办得很不错 朕赏你的 好好拿着 你 其他事情 莫要再管 好 你 谢谢